中文字幕——YK 是太阳市太阳道队的一个教练员 我从2002年开始接触体育吧 当时刚才练了武术在五校里面 后来在五校我们一个太阳道教练看上我 就是我的起目教练 然后呢就是开始接触太阳道 当时对太阳道一窍不通 当时我们默默以求的就是进省队 进专业队 有些的是05年 我就来到了山西省太阳道队 开始了我真正的专业太阳道的生涯 06年开始接触全国比赛吧 开始一代大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脖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这是我人生 我的台湾道生涯里边 最精彩的一次比赛 那一次也不负重望吧 拿到了第三名 开始了我的真正的台湾道收牙 后期比赛 我也在全国比赛了 包括全国青年赛 全国冠军赛 或者全国金银赛 都拿了全国前三名 就是我的运送牙 真的很苦 但是呢 没有后悔 因为我努力了 也得到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 想去当一名台湾道教练员 这是我最初的目的 因为对于台湾道来说 我是不单单是喜欢的 真的是爱 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有拿过全国冠军 我想让我自己亲手带的学生 能到有一天 能拿到全国比赛的冠军 那现在您做教练 这么多年了 自己的学生 出过最好的成绩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队伍成绩 相当上还是不错的 因为每年五到六枚金牌 这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一些好的苗子 练得比较好的 会直接输送到山西省队 去参加全国比赛 像全国比赛一些 目前我的学生 代表台员输送出的 前三名很多 亲一会 我们还多了一枚金牌 一三年开始 台湾道 台湾市台湾道开始发展 现在成绩 只能说刚开始还不错 我相信未来以后 我们的台湾道 会在那更高的力量台上 那红业这么多年 尤其是你也带学生 有没有一件 事情让您觉得特别触动的 或者说感触特别深的 对于学生 每一个学生吧 都印象非常深的 要单纯来说 印象最深的 有一名学生 这比如说我自己亲手招过来的 当时13年组队的时候 13年组队的时候 这队伍是一个人都没有 我亲自组队 我亲自招人 那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 我的母校 我的母校 当时我就去我母校招人了 当时也挺比较顺利的 招了有七个人 他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在招他的时候 做一些测试的时候 他的各方面身体条件 身体数字 能力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看到他了 就把他招过来了 就给我 他也比较相信我吧 跟我来到了太原 但是真的跟我训练的时候 反而才能感觉到 他有很多的不足 唯一不足的就是 他的心理数字 他非常非常的 不相信自己 他总感觉自己练得不好 总感觉练得自己 不如别人 其实他练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能力在那里 因为他以前是练武术的 他的能力各方面都非常具备的 就是不相信自己 肯定有一个度想去放弃他 因为你在训练过程中 你练得再好 你比赛上不行 一样没有 我们最终是为了比赛 我们最终是为了拿成绩 想过放弃他 但是我一想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不想放弃他 更不想让他自己的 这个运动实战就 就此浪费了 就此结束了 通过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把他改变了自己 有一次在训练实战的时候 曾经就是说他打不过的人 突然之间把所有人都打了 让我很惊讶 包括自己的队伍都非常非常惊讶 突然他改变了一个人 突然相信自己了 我说这是你真正开始脱胎换骨的一天了 所以说在紧接着第二年的比赛 神经济比赛拿了第二名 也紧接着顺利成章了 考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学 这是我印象是比较深的 圈道的这个专业而言 他的黄金期应该是在什么年份上 我现在招收的 则是在05年06年出生的小孩 基本在1112岁 基本上小学毕业 小学一毕业 就可以真正地结束专业台湾道 您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您觉得在选择一些 就是以兴趣爱好培养的 这种台湾道俱乐部 我怎么判断这个俱乐部是很专业的 第一步 那就是要看教练了 你的教练是不是专业的 现在全国台湾道 发展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快的 然后很多人都想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当大家都去做的话 自然而然就分出了 有的专业有的不专业了 家长去选择一押倒果的时候 首先要看教练的知识 这个教练教得好 这个教练曾经从事过专业 自然而然他所传授的知识 肯定是专业的 如果这个教练没有说去 接触过真正的台湾道的东西 他肯定不会说去传授小孩最专业的 因为他本身就不会 所以说在家长也好 包括我们去选择台湾道的时候 肯定第一方面要看知识 有没有对这个台湾道 有一些主观上的期许吗 就希望这个行业往哪个方向上去发展 我其实我从退役了之后 当教练员了 我也接触了很多 我的朋友都在开这个道馆俱乐部 到台湾道俱乐部 我现在我是一个名专业的教练员 我一直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业余台湾道和专业台湾道 专专业台湾道 那么更好地去连接起来 一个道馆 因为道馆需求的是 几个前程件题 它需要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我们专业台湾道呢 相对这个在要求方面非常严格的 比如这个小孩不适合练专业台湾道 我就不要了 因为即使你跟着我练了 两年三年以后你也出不来 反而我就耽误你了 你不是说选择另外一个 更适合你的相互 道馆呢 他的刚开始是兴趣爱好 强声艰蹄 慢慢慢慢两年三年 他认知台湾道 他了解台湾道了 他对你这个台湾道越来越喜欢了 而且他的身体调整各方面都不错的话 其实是可以选择专业台湾道的 因为现在国家非常支持体育 就是以后台湾道 往往前前可以说 你的技能 以后你的工作 包括你上大学 往往前都可以满足的 你签个发力 跨好一点点 后脚快速发力 拧出来 把体弹出去 心底背后 关键一定要把腿跑出来 好 靠了一个小月 你拧出来 看多倍啊 看多倍啊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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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三 四 三 三 三 四 一 四 四 五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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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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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